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哥们儿骑的这东西价值500美元 它只有一个轮 然后它居然敢骑着这东西过马路 倒在中间就完蛋了 我们一会走在它后面看它怎么走 很强有力的代步工具 我之前一直很好奇 这个500块钱究竟为什么买 这是我第一次看 有人在马路上骑这玩意 大家好 我是马绍 欢迎收看北美省现快报的CES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北美最大的消费电子商品展 然后这个展览它号称是消费电子商品 但是里面其实有一半的东西我们都买不起 大家可以看到身后有人山人海在往里进 这是只是正式开展的第一天 其实它里面是对于一个电子商品爱好者 非常有嘉年华性质的这么一个展览 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到有很多 好玩的没见过的新鲜的电子产品出炉 今天我们不做电子专栏 我们做旅游快报 好吧 请大家跟我一起 废话少说 现在就开始进馆吧 众所周知 CES是半个车展 所有带电的车除了特斯拉都会进来 今年的拜腾已经就位了 贾老板投资了好久的FF91 今年终于说亮相CES了 但是前年也亮相了 只是在路上跑 然后它的试驾车是在那边 但是今年可能我们也见不到 这辆号称价值20万的车 然后亏空的非常多 所以今年我们大家就看一看 所谓的自动驾驶城市智慧这些东西 这是南管 我们得穿过南管去中管 然后到北管 CES一大亮点就是南管和中管之间 这个小个二福旧车 这是属于真正的敞篷乘凉 我也拒呛 这帮哥们每天能在这往返几百次 也是挺惨的 不过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就是 它依靠这些展会啊 大小小 不光CES 每天还有车展 通信展 然后那个什么摄影器材展等等这些东西 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很多机会 不然说你在美国哪找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在大沙漠里给所有人圈在一块 密集的酒店群 然后他们就在这儿能专心参展 看会这些东西其实很那什么 我们到这儿了就这么快 跳车 跳车 在汽车馆的外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Lamborghini和Alexa的一个结合 这是今年主推的一个 还是很帅的 这个人居然可以坐进去 我其实也想坐进去看看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排着队坐一下 但是他们全都乌央央全挤进去了 讲道理我也没坐过Lamborghini 我的每个土豪朋友 对不起我没有朋友 算了算了 我觉得这些人要看完了黄尔菜都凉了 我们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吧 不错 这辆电动SUV 2020年已经所有权定出去了 你喜欢它也好 不喜欢它也好 你也买不着了 想买后年建 2020年不对 那叫明年建 2020年也就这样 专业擦车师傅 这个牌子是 专业汽车护理的这么个牌子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是现代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未来城市交通解决方案 其实是一个无人机的巨型无人机 然后大家通过这个东西就可以解决一个交通堵车的问题 看起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螺旋桨的一个载人无人机 真的能付起这个钱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意思 对于我们来说 鸡肋 现在的Mobis 就是城市无人车这个东西已经连续两年来到CAS了 但是现在世界上仅有几个地方有这种无人车投放试点 大部分人还是没坐过的 你可以看一下正面 它这样一个车可以大概乘坐6到7个人 然后是一个很私密的密集空间 那个机器是在那里吗 对 那个机器是在那里吗 那个机器是在那里 那里是个接触器 那是机器吗 那是一个接触器 这就是我的机器 那我可以用这个手机吗 对 对 对 每个手机你可用 所以那里可以买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是从DJI DJI 对 D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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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clude a bag the stand over here you can remove this one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and just hold it with your phone oh look at that yeah you can stand over here and you can use your app oh yeah you can use your app sunday yeah enjoy the show guys enjoy it it's also seen in the last year the most of the people wear that osmo pocket is a good solution solution actually it's a very professional camera but why don't we use the phone now becauseosmo pocket is too high and the output is too high hello my name is Marshall Masha today we are going to the station 主要 is to take a look at CES's station 在今年又拿出了一些新鲜的花样 我们去本田 是我们汽车小元欣欣念念的本田 今天汽车军其实也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只不过他一直在端着手机 一直在拍我和马少一号 好 我们先到了空调展馆 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位姐姐正在坐的这个CAL OF DUTY里面 使兵们穿在身外来增强自己运动能力的东西 但这个看起来就更多的是一个支撑性 而不是增加你的运动能力吧 看着很酷炫 在这个姐姐后面就是思域美国CIVIC的解剖图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股价使用的不同的材料 在这个展示上面 它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向我们展示出来 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中宝岩在国内测试思域的时候 壁柱是直接撞断了 但是在美国并没有发生 所以说材料的使用 就是壁柱就是现在这个紫色的地方 我们现在到了Toyota的展馆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 Toyota推出一款比较最新的概念型的电动车 LQ 这个车的电动 它电动车其实我们在展馆里看到 基本上全都是电动车了 那它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是它搭载了名叫UE的人工智能系统 它会根据驾驶员的习惯来定制驾驶模式 现在我们后面这台呢 其实就是Toyota的另外一台自动化电动车 名字我也不会念 名字我也不会念 可能叫E-Platte 我比较喜欢用意大利语来念 也可能叫E-Plate 然后它其实在18年的CES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 它当时在18年的时候被当作一台自动贩卖车 一台模块化的电动车来推出的 你可以就是用它来作为移动办公室 也可以用它做移动贩卖机 然后现在的话放在这里 是一个就是移动公共交通的解决方案 既然来了CES 大家的精力其实都放在了智能城市 智能交通智能道路上面 而不是普通的那种 向大家展示自己汽车制造实力 而是更多的向大家展示一种概念 一种理想 那我们要走过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展馆 来到了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品牌 奥迪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台 一创Sportsback Quattro 其实一创早在前两年就已经发布了 但是然后这应该是一创家族的第三台车 这第二台是一创GT 然后一创Sportsback就有点像Q8跟Q7的关系 Q8跟Q7就是在更加的流线性 更加运动化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设计语言 就像X6跟X5之间这样子的感觉 也是现在美国人比较喜欢的 不是比较喜欢是美国人非常喜欢的 这种跨界风 又运动又是SUV又能装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最喜欢的设计语言 可以说 什么我们试图与这个设计 我们有些问题专门的问题 现在我们试图与这个设计是 给客人选择的选择 是否他想要睡眠或睡眠 例如说 如果你转到工作 在早上 你感觉稍微睡眠 但你必须要睡眠 你必须要睡眠 你必须要睡眠 你会叛这种灯的灯 所以它是黄色的灯 遮住了一个大约的面图 然后如果你回家 在晚上 你会想休息 享受一个电影 奥迪被大家称之为灯场 现在不光是只做外面的灯 连里面的灯 他们也要开始搞了 就是说 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面 它会给你一些不同的光线效果 比如说在你想 更加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 蓝光 来让你保持 让你来保持 注意力的集中 一会我们看看 这个拜腾究竟 能问出点什么东西了 从外观上来看 就是跟非常接近 我们量产的一个 一个外观的设计了 然后应该是在 这是我们第三次来到CS 18年的时候来 就看过概念车 对对对 当时的那个 因为你要如果看过 之前的那个概念车的话 其实它跟概念车 长得很像了 很像了 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相当于有 之前有媒体也说过 我们是一个 从图纸上走下来的车 就是基本上它 跟当时草图的样子 跟概念车的样子 渲染的图的样子都很像 然后它你刚才提到的 那个待遇屏的这个 这个屏幕嘛 我们就坊间 不是叫它所谓的 待遇屏吗 其实就是昨天的时候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关于索尼他们发布的这个车的 这个车的那样 对它那个其实也是现在 在保留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横置的一个宽的 一个宽的这种屏幕了 然后其实这个车 比较大的特点应该 就算是车内的一个 你共享的体验吧 这个共享其实是指我们 不仅仅关注于说 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更多的是车内的每一位乘客 他们坐在车里面的一个感受 所以它会有屏幕 会有一个大的主要的屏幕 然后还会有 适合这个驾驶员跟这个乘客 去控制的屏幕 所以我们前排是有三块的屏幕 但他们其实操作的逻辑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后排也会配置两块屏幕 但是会根据它后续的一个 什么版本 就是会选配是选配 是选配 那三个比的话你会怎么比 对 我觉得这个车它整个的调教 其实是比较偏向于舒适的那一趟 那种趋势的吧 所以它其实在整个的操控上面 它肯定不会是像一个跑车 因为它是一个SUV的车型 不会像那个那么好 那拜腾其实最大的特点 应该就是车内的这种智能的体验了 这个屏幕乍一看 是个屏幕 其实它是在不停有小点点在那翻 就是你如果来拍近处 你盯住一个片片来看 它那个片片在不停地翻 黑的白的黑的黑的白的黑的黑的白的 然后你拉远了看 就是人脸在不停地动 挺费电的我觉得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右边还到彩虹 好这辆车 它也就是说它是昨天刚刚发布 然后你驶 就是我们驶 对它支支甚少 低配的是每个月379块钱 在那儿呢 然后或者你直接30块钱就买了 Reserve your Fisker Ocean today for 250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Google的彩球 我们可以领一下 来来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居然要一天五个小时才能排得到啊 然后我们的队伍有这么长 我不想拿了 就被一顶绿帽子 有点不至于 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是绿色的 Google在外面的场地 自己搭了一个外馆 然后它在里面就没有东西了 所以这个Google每年都是 自己在这边混 Hi Hello guys Which hotel? Lexus Park Thank you 今天这辆车我们走得早 因为往年如果走得晚的话 这个车上全人要等好一班才能走 所以今天也就这样了 有点累 没人我自己拿 非常的炸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 非常的古董原始 今天带大家看了很多汽车电子相关的东西 这个叫电动车 然后未来的趋势 各家都会有自己的电动车产品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我想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家电费是晚上9点以后不花钱的 所以以后我可能如果买一个电车的话 那我得油钱就彻底省 想想还可以比较经济实惠 明天我们会带大家去电视和相机等等这些方面的东西 也就是是Convention Center的中管和南管 到时候会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中国厂商自来的 不像汽车这边就比较灰色难懂 希望大家还能持续观众我们的Las Vegas CES之旅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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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